電玩遊戲成了賭博工具 越來越多小孩沉迷 角色造型賭博 谷歌為孩童免費開辦 編程課程 培養下一代科技專才 歡迎收看科技一點通 本地每三年青少年當中 就有一人 是認真電動玩家 他們每天投入 至少三個小時來打電玩 而且會花錢玩遊戲 當中更有多達九成 在打電玩的同時 也進行角色造型賭博 Skin Dating 玩家以角色裝備當賭注 和其他的玩家賭一把 通常沉迷角色造型賭博 是為了尋求刺激或是快感 因為裝備的價值 可能會翻幾倍 但輸了也就會一無所有 而令人擔心的是 就有輔導員發現 本地有不少12歲以下的孩童 也成名於角色造型賭博 為遊戲人物增添裝備 打造酷炫造型 電動玩家通常必須通過層層關卡 賺取足夠的虛擬貨幣或分數 換取這些與眾不同的裝備 也可以直接用錢買 而另一個方式是通過角色造型賭博 只要以手頭上的角色裝備為賭注 雙方說好交易條件 例如賭一場遊戲的輸贏 獲勝一方就能得到對方的裝備 轉嫁裝備必須通過第三方網站進行 另一種方式是直接在第三方網站下注 和一般賭博網站相似 玩家把角色裝備當賭注 贏家能分到更貴的裝備 一般上裝備的價格 介於幾百元到幾千元不等 新加坡電子經濟和線上遊戲協會表示 英國 美國等地 也同樣面對角色造型賭博問題 據統計 在2016年 通過第三方網站 進行角色造型賭博的全球交易 達50億美元 也就是約66億新元 如果市場不受管制 一兩年內交易額可能增加三倍 協會正在密切關注這個問題 這個活動 現在是比較最近的一個現象 所以很難說非法不非法 因為沒有這方面的法律 但是在新加坡現在很多人 都不知道有這個問題 甚至很多家長他們讓孩子玩 他們可能不知道孩子 有參與這個活動 根據社工所提供的真實案例 一名12歲男孩 為了籌集賭注進行角色造型賭博 偷了媽媽的信用卡 刷了3000元買遊戲人物的裝備 被媽媽發現後 她還離家出走 到遊戲中先住了兩晚 進行角色造型賭博 媽媽最終報警 之後找到了孩子 也浮現了沉迷角色造型賭博 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雖然多數遊戲都標明不適合13歲以下的孩童 但這並沒有阻止年幼玩家上線玩遊戲 我們今天就請來了資深輔導員 陳燕妮 來探討角色造型賭博 對年幼孩童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燕妮 你好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在本地 小孩參與這樣子的一個角色造型賭博 情況會嚴重嗎 我們發覺12歲以下的孩子已經有接觸了 但最普遍還是13到18歲的青少年 他們為什麼會那麼成名呢 其實角色造型對於遊戲的勝算 是沒有幫助的 但是就好像大人買名牌包包 買名牌衣服 對於我們的內涵也是沒有幫助的 但為了美觀 因為青少年他們花8個小時 5個小時在網上 他們要看到美美的角色造型 或者有些會覺得自豪 我的槍比我的同學 比我的棧有美 所以他們就會投資買這些角色造型 所以這些角色造型會貴嗎 會 它便宜的有幾十塊 幾百塊 幾千塊 一萬塊的都有 父母的信用卡 他們會把信用卡拎去遊戲戶口 然後只需要按 OK 他們就會 已經過帳了 就會買到那個造型了 很多時候都是 父母收到信用卡帳單的時候 才看到 其實我的兒子已經花了五千多塊 家長要怎樣看出這個孩子 成迷於這個角色造型賭博呢 很多次呢 我們看那個青少年對於 生活已經很不平衡 比如說 不跟朋友出去 然後他們可能會跟父母講 我連學校都不要去 因為很浪費時間 我在網上可以賺很多錢 那個也是一個紅燈 給我們要注意 要小心 好 謝謝葉妮 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很多遊戲公司 察覺了問題嚴重 已經開始禁止玩家 在系統內賭博 但他們無法控制第三方網站 提供這類的交易平台 所以家長要特別注意了